鼠龙人一直以来都是幸运之神的代表 不仅自己非常幸运 也可以给身边的人带去幸运 但是这样的人也难免会遇到一些克星的影响 而且还不止一个 建议鼠龙的人遇到下面这些生效 一定要远离 因为他们是你们的大克星 会给你们带来美运 一鼠龙人一生最大的克星 一生效狗 从命运学分析 鼠龙的与生效狗的人 范六冲 因此生效狗就是生效龙的克星 在平时生活中 一定要远离鼠狗人 避之则己 俗话说得好 荣誉狗跳强奏 由此可知 鼠龙人与生效狗的人 命力相冲 容易其中止 发生纠纷和矛盾的概率非常大 所以说 在今后生活中 生效龙尽量不要与生效狗之人 发生过多接触 尤其是 鼠龙人想实业顺利发展 想家庭生活过得顺遂 一定要躲开他们 鼠龙人遇到了鼠狗人 鼠狗人住后热情 但是遇到了性子比较直接豪爽的鼠龙人 便是容易产生敌对的情绪 双方之间有着强烈的冲突 没办法调和 又不互相信人理解 因此要避免双方成为共同的合作人 因为无法和谐共处 在一起难免会有诸多的争执和矛盾 根本无法和谐相处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彼此分开为好 二属牛人 鼠龙人和鼠牛人之间除了相克之外 两个人的个性差异很大 也是处不到一起去的 生肖龙性子傲气 为人大放慷慨 有着一些豪气在身上 生肖牛人踏实缓慢 但是有任劲 对于自己坚持的事情 更是不会轻易说放弃 因此两人在沟通上 常常不能达成一致 有很多观念和观点上的不同 明明是很好的合作机会 却会以为两个人的个人想法而停滞 影响还是很大的 三属兔人 属兔人之所以会是属龙人的克星 关键还是因为克星不合 无法真正做到通力合作 开创未来的目的 因为属兔人较为温和得体 常常能够容忍属龙人的 一些别人看不惯的地方 但是也尽量地避免彼此的接触 属龙人的高调张扬 对于属兔人来说 真的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总是会忍不住 想要多说他们几句 属龙人唠娇 听不得别人属落自己 就会非常的郁闷生气 时间长了 整个人生都不好了 二属龙人一生最大的贵人 一属属 属龙人一生中最大的贵人为属属人 属龙人和属属人 都有着较强的吸引能力 但与众不同在于 属龙人表现骄傲 性格强势 不会轻易去收获他人的想法 所以很容易得罪人 二属属人处事原话 深知为人处事的道理 但缺乏主见 二者在一起长期相处 能够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 属龙人能够会变得变通 属属人会变得更有主见 所以说 属属人对于属龙人而言 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二者在事业上能够共进退 属龙属属人也会成为 属龙人的没人或是伴侣 属龙人的感情生活都离不开 属属人的努力 单身的属龙人身边若没有合适的人群 只是因为在事业上打拼了 直接忽略了伴侣 属属人有耐心 在任何时候都愿意为属龙人付出 在婚后也不会埋怨属龙人 只关心关心事业 忽略家人 能够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忠于执手 继续地发光发热 二属属 龙为尘土 鸡为有金 尘与有为六合的关系 属龙人勇往直前 有旺盛的金取金 属鸡人精力充沛 自信权威 不甘平凡 两人性格上十分互补 因此 生肖鸡是生肖龙的六合贵人 此外 生肖龙和生肖鸡往往能树立共同的目标 有着相似的人生价值观 他们的思想一致 因而无论是事业合作 还是恋爱婚姻 都可称得上是目气十足 三属猴 属龙人的最大贵人为属猴人 若属鼠人是属龙人在事业上的贵人 属猴人就会成为属龙人在感情中的贵人 属龙人性格表现强势 很少人会能承受这种性格 但属猴人性格同样较圆化 在感情生活中会懂得逼开锋芒 属猴人的性格活泼多样 能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性格 和你和属龙人在一起相处 二者之间相处的特别融洽 不会产生较大的矛盾 属猴人本身个人能力较为出众 有真本事 会让属龙人幸福 比自己厉害的人才是真正的有艺术 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在事业上 属龙人的优势就是富有畸形和果断 但过于刚复自用容易失去一些机会 属猴人能弥补属龙人在事业上缺陷 他们的头脑灵活 看待事物的眼光更为长远 也会愿意听取他人理解 做出做出收取和判断 所以说有了属猴人的指点 属龙人会很快地发展起来 三属龙的人一生命运 属龙的人乐观自信 金曲心强 勇往直前 能起先锋作用 有崇高了信念 做事认真负责 乐情 性格外向 有人缘 有强壮的体票 精力充沛 召激勃勃 是爱面子拍头的人 凡事不服输 自我意识强烈 有眼大目标 个性坦率 有领导才能 为人坦诚 绝少有卑鄙恶劣虚伪行为 更不喜欢挑拨是非 不怕艰难 每件事都想做到善事善终 属龙的人是12生肖中 最具有领导的能力的生肖之一 他们一生都积极乐观 精力充沛 就有较强的金曲心 有着高尚的品质 做事认真负责 有责任感 为人诚实热情 性格外向有着很好的人员 他们的缺点是 做事有半途而废的习惯 喜欢摆出自己的架子 时常盛气迎门 自制力欠佳 容易骄傲自满 不愿接受别人的批评 缺乏灵活性 做事不够含蓄 很多时候不能很顾及身边人的情绪 对于鼠龙的人来说 他们天生聪明灵力 反应特别的快 具有较强的洞察能力 使得你有很好的偏财运 较容易获得意外之财 在金钱方面 至少是一生不会因为钱财而犯愁 但这并不是你人生中追求的最重要的东西 你总是有自己对梦想的执着 不过如果能将金钱的追求 作为生活信念的话 那么你的财富就会云云不断 生活中你为人大方 所以收入得多 相应支出的也多 所以要学会理财 善于储蓄 鼠龙的人向来在职业选择方面 有独特的见解 敢想敢干 最适合他们的职业有导演 法官 经纪员 企业家 运动员等 他们不管从事何种职业 大多会有不错的业绩 而且鼠龙的人 由于与生聚来的聪明灵力和情感细腻 因此在发展事业方面 他们有足够的才华 鼠龙人干事业要踏实进取 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干 千万不能存有爆发 或者心态从事投机等活动 否则将会血本无归 还会因为这些伤身体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